話說呢 剛才我在直播打電話機 我在抹腹眼鏡的時候 我太衝動了 然後腹眼鏡現在是一分為二的分開了 大家可以看到 抹腹眼鏡是有個抹腹 就這樣插進去另外這一邊 它是這樣放進去而已 因為它是有兩個洞 它有兩個洞在這裡 看不看 它原本有一個透明的抹腹在上面 就剛才在我眼鏡的時候 就抹斷了 對 我就拿件衣服 這樣抹的時候 就抹斷了它 那我就打算怎樣弄好呢 因為它沒有了那個透明抹腹 它就很不穩陣的 那我就打算拿一支這些的GuruGun 就看看可不可以溶了 溶了一點點的蠟 就擠進去這兩支東西 之後再拿這個眼鏡呢 就吸進去 應該都可以的 我想 這塊眼鏡我很喜歡的 是我在香港的時候 很多年前買的了 因為這塊眼鏡呢 那時候配了兩千多元好像 現在我在日本配上眼鏡 配了一塊眼鏡一萬日圓 就五百多港幣 是很便宜的 日本配上眼鏡很便宜 又快又很便宜的 配完之後呢 選一會兒就給你一塊眼鏡 香港配上眼鏡為什麼要搞這麼久呢 很多時候因為那些鏡片呢 它們在那些店鋪是不能割鏡片 它們的鏡片全部都要給大陸 給大陸去做 或者可能給很多其他地方的店鋪去做 不是每一間眼鏡店都可以自己去割鏡片 所以呢 它們就需要久一點時間 就是因為這樣 OK了 OK了 擠下去這裡 OK 然後再這樣刺下去 OK 然後再這樣刺下去 會不會啊 會不會 好像會合啊 咦 我不是已經弄回了一塊眼鏡了嗎 咦 好像OK啊 有一點點那個角度好像有點不太適合 喂 弄回好了馬上 哈哈哈哈 其實早知道我直播的時候做這件事 我直播的時候其實我可以馬上再弄好 喂 完美了 只不過是現在它上面很噁心 現在上面大家看到有塊膠在這裡 有些藍在這裡 那那個我可以拿一些割刀割走它 這些槍真的是 做手工勞作是一流的 好了 那我用割刀去到割了幾下 那現在還有一點點髒 那那些位置其實可以擦脫的 應該 對了 給大家看看背面吧 哈哈 我用一支Glue刀去到把它 黏在一起把那個位置 都叫做修復了 OK啊 完成 不錯 再墊幾年了 你放眼鏡也可以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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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